歡迎來到我的阿扁 出事了 因為我們來到台中市的知名店家 之前同學會滿常來這裡吃的 我之前都有發現豆馬 然後就有一個人跟我說 那一間看起來好像很好吃 那時候要帶他來吃 那我們今天就滿足他的願望 那我們今天就帶 妳是不是很喜歡吃生煙 對啊 我以前還要買過 好吃到買過 那等下就讓我們吃到吃不下 那喜歡我的頻道記得幫我按讚 訂閱分享記得開啟我的小鈴鐺 那我們今天就帶張力吃起來 今天以防萬一我怕吃不完啦 因為他分量真的滿大的 這次我有叫了兩三個朋友來做 然後他們剛剛已經先到了 先去裡面幹嘛 要多久啊 要點完的啊 要點完的啊 什麼叫點什麼 小孩子在做選擇 隨上一遍啦 確定耶 確啦你自己看一下好不好 滿滿長長的啊 剛剛不是說妳很強吃嗎 不是我不會那一根香 那一根好大根耶 小朋友坐著吃飯不要去講那一根 所以你要喝一杯 老闆偷錯五七加八桌喔 一一一五到七啊 二十二 二十二 二十二喔 那你們不要吃七到耶 這一個只有0.5到二十 可以啊 我們先看全部來 有多少東西吧 而且他們這件東西 真的算新鮮好事啊 因為我算是同學會都來這裡的劇場 等其他的菜 三七棒 旺丁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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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什麼喝法 旺丁姐啊 旺丁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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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等一下就看他們怎麼會變身 這邊算是實力很堅強 只有他一碗 這到底要反節省 想先吃哪一個 生煙 剛剛那個超大的 然後我跟你講 這個是小的 蛤它是小的 對 你如果點大的呢 它會跟它一樣 感情生意口悶 生死 你很大啦 好好吃喔 蝦蝦好Q喔 綿綿綿綿的 然後上面還有放那種 海膽啊 蝦卵吃起來 薄薄脆的 口感超好 超大顆的蚵仔 一口門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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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口門 一口門 屁啦 你什麼東西嘛 都十幾個起跳 很好吃啊 好那我就不客氣囉 真的是第一隻看到這麼大的 哇好興奮喔 喜歡吃海鮮的人 看到這個真的是 爽耶 它塞進去它就沒辦法講話 請問好吃嗎 我來這裡不停 章魚燒 生煙店賣章魚燒 跟你講 你吃一個你就知道 真的啦 我吃吃看你的推薦喔 我這個人是很愛吃 湯 湯 沒事 它不大辣 它可以一口塞 我覺得我要跟它講湯這件事 講看它叫湯爐 你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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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一顆要來啊 等等啦 真的是好吃的啦 沒有在開玩笑啦 不信對不對 不信來可和大叔 自己點一個來吃看看 它的粥很有味道 很鮮甜 你現在有覺得 身體充滿你的面嗎 還沒喔 有啊 有點慢喔 要晚一點 料很滿耶 我可以喝下去嗎 爆米啦 它有五種以上的配料耶 很多耶 我不要再喝酒了 快手手 我要先吃了 我的手 我的手 還吃不了啊 一直去拿杯子 那個鏡頭要直直高高紀錄一下 我們拍攝結束它要到底喔 它已經到底一次 然後又加滿了 你知道嗎 對啊 你不是水牛部隊吧 好棒喔 它外面脆脆的 然後裡面是 很綿密的馬鈴筆香 可是這個也很好吃喔 這個我也覺得 你們來得不錯 這不錯喔 我們好像每次來都會點 好像說我們在點 好像老闆招待 那個都老闆招待 沒有以為是我們點 原來那都是老闆招待 這是最新的 設計師設計 西丹普利斯 哈哈哈哈 你看看它在 你折腹 待會再養啊 直接升約 這我們稱它為三重町 那這邊有附魚子醬 鮭魚卵 這是韓國的芝麻香油 真的耶 然後我們拌飯的話 會增加它的口感 那待會就幫你呈下了 好 這邊的話呢 就是我們的蟹黃跟蟹膏 然後我們的蟹呢 是目前使用 全世界最肥美的豹膏蟹 可以烤吃下去 人生圓滿嗎 對 那我們的醬蝦醬蟹呢 是有經過六道的熟成消毒技術 加上SGS認證 那我們的蟹呢 只要一撥開 一定都會有膏跟蟹 等魚子醬 這是鮑魚 最後再加入我們的靈魂香油 試試看它在講中美在一起 不然我剛剛很認真在吃啊 把它放進去裡面 這樣一起包著吃就可以了 等一下我幫你吃 好好吃喔 阿伯你知道 好癢啊 好癢跳頭啊 會不會 會 因為 來這邊的客人的話 都會想要享受到就是 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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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還有缺點工啊 我來這裡塞 享受一個貴賓的那種感覺 可是我可以人進來 然後我就不動手 可能不會有吃飯 呃 緊先第一口 哈哈哈哈哈哈 黑盆很大盆耶 煙蝦 那個盒子拿起來 欸這真的很大欸 因為你的手算很大了 嘿嘿嘿嘿 你手好大喔 你的手 你的手比這個還小欸 那你沒辦法 我是教小朋友 哈哈哈哈 喔 有那個鮭魚麵欸 吃到韓國超級紅的 你要不要先把這個吃掉 然後你就可以把它拌一拌 喔好欸 因為它下面有那個 洋蔥啊 煙的那個醬 你常常要拌喔 幹嘛 第三次小 那你吃咖哩飯是不是會拌的人啊 你現在要炒這個拌不拌流派的事情 對 那你知道張理是什麼流派的嗎 它是拌的啊 不是 它很可怕的來說 一口咖哩一口拌 我是第三教派 新勢力提起 欸這是干貝真的是 那個生死雞干貝 它的干貝很好吃 超脆 這個還蠻大顆的 然後這是花枝吧 生的嗎 我吃一個跟妳講 好 我來哭一下 這一個就要拌了吧 噢 好一口人喔 拍到 是鮭魚的味道 鮭魚麵裡面 當然有鮭魚的味道 它是鮭魚做的啊 鮭魚麵吃起來會像麵的味道 海豚的味道 海豚的味道 海豚 海豚驚醒夢中 鮭魚做的 喜歡吃鮭魚的話 真的會覺得這很好吃 可能要把它拿去煮火鍋 粥的隱藏料理吃法 就是 用粥夾那個豆腐飽的醬糕 好吃嗎 它不會搶味道欸 海豚味道一樣好耶 要不要試看看 我想休戰一下 你保老 還多耶 怎麼能吃得完啊 我們已經盡最大的努力了 是很愛吃 欸我們擺滿三桌欸 沒得給你們介紹欸 剛剛那顆牡蠣進去 它的味道就正是三分之一 因為那個牡蠣很大 壓倒了 最後一根稻草 是那個牡蠣這樣 它應該是用海鮮熬的 所以裡面是很鮮甜的味道 你是不是聽不懂我鮮農的味道 你是不是聽不懂我鮮農的味道 等一下吃 等一下裝一碗給你吃就知道 我都知道它下舀舀舀舀 你吃到很難發言的 好吃 又吃一口好吃 他現在想說 我看你要講什麼 欸你為什麼舔進去又突來 說那男人在吃鮑魚 怎麼可以含進去又吐出來 一口悶啊 吃鮑魚一口悶 那你咳不用灰掉 欸我問你喔 你說你來這間店吃了很多次對不對 那你心目中 你覺得排行前三名的料理 欸像我第一次來啊 我覺得最裡面火鍋 然後跟這一大盆 滑滑的生煙 再來就那一壺 心目中第一順位來這裡必點了 就那一壺 會很快樂欸 因為其他人都排在一樣的位置 因為它都是好吃的 這個很厲害欸 海鮮牛肉湯欸 我們都是愛吃愛喝的人嘛 所以你看我們每個都差不多炒用 這個算是隱藏吃法嗎 對隱藏吃法 好香喔 正常一般人就會像吃蒜 這樣就多一樣 就進去裡面算 對 可是像有的人不吃牛的 這樣又不會影響 重點是要牛肉夠新鮮 海鮮牛肉湯就是真的鮮肉 然後用糖去燙它 而且那是不一樣的 排裝和牛牛肉湯 好好吃喔 你不是飽嗎 湯好香喔 好奢侈的味道 我覺得一群人來這裡吃 我覺得它的分量很足夠啊 是吃得飽 廣飽 老闆不怕人家吃 這少鍋那裡有沒有吃到 這個是等下要吃的 好啦 那我們今天就感謝可汗大叔的老闆 謝謝 那如果想吃的都可以到可汗大叔去 嘗試看看 台北有不一樣的菜單嗎 台北煮大火鍋 好 我們煮大吃生煙 所以想吃生煙來台中 台中也有火鍋啦 那喜歡的影片記得幫忙按訂閱和分享 記得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下次影片見 掰掰 掰掰 可以講 吃生煙可以嗎 這個 放進來煮湯 控湯 那它的味道更多 我以為就是萬物皆可煮嗎 對啊 這樣一燙可以煮啊 不要啦 這樣不行啦 我這樣一燙就不能煮湯了 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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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是有點燙 你也會怕燙嗎 不是 我嘴巴不怕手會啊 我跟你講喔 我們這個緣分很奇特喔 我跟她是同學 我跟她也是同學 等一下 你跟她是什麼時候的同學 我跟她國中 我跟她高中 我跟她高中 我不懂了 那我一個一個問 那她國中的時候就有頭髮嗎 國中時期的頭髮